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群娜 官方剛剛公布這禮拜的GNN就是 關於下禮拜的地獄集關卡齁 七星劍的制裁 那這個地獄集呢就是我們的傑拉爾啦齁 他這個是水人齁 他的種族跟屬性是水人 然後在下禮拜五晚上會開放 那再來的話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他在這個地獄集關卡的最後一層齁 他會有雙血齁 這很正常的 那第一層的部分呢 他會把艾爾莎的主動技能跟攻擊封鎖 只有封鎖艾爾莎這張卡而已 這個可能是呼應 動漫或者是原作的劇情 這個我不太清楚 那如果有知道的玩家可以在下面留言齁 那在三回合內提升納茲的攻擊力3倍齁 3倍的增傷 也是只有這張卡而已 然後傑拉爾會突擊一次齁 會優先攻擊 然後燃燒 然後扣除20%齁 碰到扣除20% 手批消除水光暗對敵人造成傷害的話 無法對他造成攻擊齁 只有手批而已所以這個應該是還好啦 而且他會反彈自身200%的攻擊傷害齁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技能的部分 感覺應該是還好齁 那再來二血的話是無視控制 無視控制的話要注意就是不能開那隻的一技 然後首次攻擊變CD 然後電擊7個位置齁 所以一定要帶炸板齁 不然這個7個位置電擊到底是要怎麼轉 對 那如果沒有7combo的話呢 他還會連擊 那再來我們看到重點齁 重點是傑拉爾這張卡的技能 隊長技能的話基本上 地獄幾卡片都不太適合當隊長齁 手消679這樣子 咦 阿爸咧 679 全隊攻擊力3倍 然後 如果手消679 攻擊力額外2倍 算是一個 還不錯的倍率 但是 這個條件式的一個 隊長技倍率 而且這個條件又不是很容易達成 齁 像遇到一些G8盾的時候 你可能就 更難轉出手消679了齁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還是相對遠吧 那大家應該 大家之前看那個艾爾莎的隊長技 隊伍技能的時候應該都有看到這個齁 傑拉爾跟艾爾莎 隊伍技能齁 生命力攻擊回復力提升1.5倍 這應該可以稍微改善一下這個 艾爾莎的血量 有點偏低的問題齁 死血偏低的問題 那再來的話 如果說你有玩艾爾莎一定要刷這張齁 因為看一下他的主動技能 七星劍 那隊伍中有水光成員的話 才可以發動慈技 那目前的水光盾應該就只有艾爾莎了啦 不然其他水光盾比較沒有那麼強勢齁 我們不要算這個優柱好了 優柱的話 如果說這張卡開技之後 他會變成這樣固定版面嘛 那你不如就開靈丸更好 所以這個我覺得放艾爾莎是還可以啦 畢竟為了增加三維嘛 那所有符石轉為固定位置 以及數量級位置的六種符石 那重點就是要水跟光成員 隊伍中要有水跟光才可以發動慈技能 齁 然後就會變這樣子 所以我個人覺得呢 你有玩艾爾莎的話可以刷一張齁 攻擊珠啦 不然艾爾莎他有時候 場面上斷珠斷得很誇張齁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大家的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忙訂閱 下角幫忙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